警车一个回转 红切在路上 意图拦下逃逸嫌犯 这只嫌犯开着车 没有减速直接撞上 警车被撞到原地转了一圈 撞击过后车壳零件四散 还冒烟 毒贩车辆冲撞警车后 还失控撞击路边小客车 造成两名无辜民众受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去年六月 新竹远景追捕持枪逃逸毒贩 在犯贤的车内查扣改造手枪一把 一级毒品海洛因 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大麻 疾毒咖啡包 被迫及的车辆布置车损 理性男驾驶多出骨折 苏性女乘客则是脸部受伤 甚至有长穿控 主动卖剥离 肋骨折等伤事 两人控诉雷信远景 贸然以警车作为路障 直接停在路中央 执行勤务有缺失 男子向新竹陷警局 求偿95万元 女者的求偿51万元 陷警局主张远景追捕一切合法 只是警方无法预料到 两位民众会受伤 难以将责任归到他们身上 也不服国陪法 法官调查一开始由陈信远景追捕 过程中正信毒贩 就有飙车逆向闯红灯等危险情形 最后雷信远景没有鸣笛 就贸然回转执行蓝庭 法官认为警方有过失 至于赔偿 法官认为警方过失与民众受害 有因果关联 判新竹陷警局得国陪 赔偿离信男驾驶62万元 苏信旅乘客38万元 加起来共100万元 法官主要是认为 警方应该考虑路上 所有人的安全 决捕不该伤及无辜民众 这回远近执勤 抓嫌犯 无辜民众遭波及受伤 如今遭叛赔百万 警方将持续胜诉 捍卫执法人员尊严 网线马云凯虚传 新主报道